列车前方到站 昆明南站 请检查好您的行李和物品准备下车 每年这个时候 海鸥都会来到昆明 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 跨越六千多公里 也许人会失约 但海鸥不会 因为这座城市的体温 让他们37年来从未缺席 可能这就是海鸥和昆明之间 一生不变的约定吧 昆明 递出我国的西南地区 云贵高原的中部 它的市中心海拔1891米 南冰滇池 三面环山 属于低位高原三地季风气候 因为受到了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 所以昆明的日照长 双漆短 年平均气温15度左右 在这座城市生活 下午酷暑 东吴严寒 四季如春 气候一人 所以昆明又被称为春城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 西南地区的特大城市 更是我国重要的旅游商贸城市 昆明具有东连潜贵通沿海 北京穿鱼 北京穿鱼 静中原 南下越老达太俭 西街缅甸 连印巴的独特区位 是中国面向东南亚 南亚开放的猛户城市 昆明更是云南省的交通枢纽 通讯中心 是大家来云南旅游的最大的一个中转城市 昆明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汇翠之地 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质结构 为昆明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 昆明聚居了全省26个民族 各个民族都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 能歌善舞 普思乐情 他们凭借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 创造出了无数的特色鲜明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在昆明这个城市 你几乎可以尝遍云南各个地州的美食 云南米线的种类 可以多到让你在云南吃一个月 都不带虫样的 几十元到几百元都有的蒙制过桥米线 几块钱就能吃到的昆明豆花米线 超级有特色 除了云南都吃不着的 林仓西豆粉米线 还有昆明人最爱吃的铜锅小锅米线 香气扑鼻的火烧肉米线 总之云南米线的品种 真的太多太多了 多到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视频里全部讲完 云南人把土豆叫做洋芋 云南人吃洋芋可以说是我见过最认真的 准备了几十种小料 仅仅就是为了搭配这简简单单的烤洋芋 昆明它也是著名的花都 在这里有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里的鲜花多到眼花缭乱 甚至你会有一种鲜花当青菜卖一样的感觉 这里的鲜花出口了46个国家和地区 在全国80多个城市中占70%的份额 所以有这么一种说法 在中国鲜切花十只有七只是来自云南的 这样的昆明你想来感受吗